您可以看到 他們很厲害 英國跳水王子 在奧運選手村的紙板床上 大力展示他的過人身手 不管怎麼跳 紙板床人聞風不動 可見尖度程度十足 我睡得很好 我帶了自己的裝置 所以我沒有有問題 但我朋友說他們沒有睡得太好 為了響應環保 這屆奧運再度採用了紙板床 為日本請巨商Airwave出品 柴品耐用度堪比木材 承擔重量高達200公斤 而且還是百分之百可回收材料 只是舒適程度備受質疑 我基本上都很開心 但我覺得 有些其他比賽者 可能有更加費用的 例如比賽球 可能會比較舒服的 床和床的床 但我比較習慣 住在小店的床 所以不太好 實際上2021年東京奧運 就已經開始使用這款紙板床架 當時新冠疫情肆虐 讓外界普遍認定 紙板床的設計 是為了減少運動員親密社交接觸而設計 對此巴黎奧運主辦方強調 絕對沒有禁預定存在 床是想要是抵抗性化的 他們是製造成橄圖 但實際上他們是想要破壞 任何突然的動作 這是假的 假的新聞 而其中一些紙板床 在奧運賽事結束後 將捐贈給當地協會 為巴黎的無家可歸者 提供住房支持 為的就是達到永續的目標 三地新聞新聞報導 到達